思维小天地 数量等分 哎呀 摘了这么多玉米 该怎么平分呢 是啊 我们怎么分 我来帮你们分吧 八根玉米 哥哥一个弟弟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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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就一样多了 八根玉米 平均分给两个人 每个人分到了四个 哦 谢谢小熊 跟我们一起品尝玉米吧 不客气 我还有别的事情 谢谢 再见 这么多香蕉 我们怎么平分呢 这个给你 这个给你 这个 不对不对 这么分不对 那到底怎么平分呢 我来帮你们分吧 九根香蕉 九根香蕉 哥哥一根 弟弟一根 妹妹一根 哥哥一根 弟弟一根 妹妹一根 哥哥一根 弟弟一根 妹妹一根 现在每个人一样多 九根香蕉 平均分给三个人 每个人分到了三根 哇 这下分清楚了 谢谢小熊 咱们一起做游戏吧 谢谢 不过我要回家去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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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长颈鹿啊 你有什么事吗 小熊 你能帮我们平分东西吗 好啊 好啊 这里有六个苹果 和九个鸭梨 咦 我们想平分成三分 可是一直分不清 是啊 每样东西都要有 三个人一样多才行 这可怎么分呢 我知道怎么分了 我们只要先分一种 然后再分第二种 就可以了 六个苹果 九个鸭梨 怎么平分给三个人呢 我们先分苹果 大锅一个 二锅一个 弟弟一个 大锅一个 二锅一个 弟弟一个 然后我们再来分鸭梨 大锅一个 二锅一个 弟弟一个 大锅一个 二锅一个 弟弟一个 大锅一个 二锅一个 弟弟一个 现在每个人一样多了 六个苹果和九个鸭梨 平均分配给三个人 最后每个人分到了两个苹果和三个鸭梨 果然每个人都分的一样多 小熊你可真聪明 鸭梨 哈哈哈哈